今天阿晴老師來 當然還要為您介紹阿晴老師 心目當中非常重要的前輩 他算是您的恩師 算是您的老師 當時也在他的工作室 在他音樂製作公司 一路的成長學習 在那個時候我找遍全台北 沒有人在教創作這件事情 教製作的時候 我很有緣分 在我的福人大學的比賽 碰到了我的人生的恩師 恩師 我人生的轉捩點 他願意給我一個機會 在老師小小的工作室裡面 我們就一開始五個人十個人 老師分享他的創作經驗給我們 我覺得那是一個寶貴的開始 也是我今天為什麼會辦 這個音樂學校 願意再做分享的 也是因為他的啟發 所以如果這樣算起來的話 他應該算是我們的第一代 對 哇 那個當時阿伯多威之前的 真的大大校長 他更是很多重要音樂獎項的音樂總監 對 他是很多人心目當中天望天後 最愛的製作人 編曲人 創作人 GoPro們 讓歡迎阿慶老師 多威力震站好的 然後歡迎陳建民老師 老師好 來 有請老師 老師請到台上來 同時呢 介紹了之前 恭喜恭喜 對 我還要再介紹一位 老師今天帶了他的 也算是你的師弟了 應該這麼講應該算 因為他是很多人心目當中 現今呢 想歌唱比賽 沒人贏過他 而且紀錄沒有人可以打破了 當時小時候 武登獎比賽的時候 他就拿到兒童組的冠軍寶座 五度五關 沒想到時隔多年之後 參加我要當歌手 又把冠軍捧回家了 這也是陳建民老師 非常重要的得力 而且更期待的這位超級唱將 然後歡迎宏仁 歡迎蕭宏仁 謝謝 謝謝 耶 宏仁好 是 我們是不是請 陳建民老師先講一下 尤其就是阿慶老師 決定要做這個 Prayground 就是夢幻遊樂園的 一個流行藝術學校